欢迎收听拍绿游乐园 欢迎你回到节目的现场拍绿游乐园 这里是台湾国际教育广播电台 马来西亚City Plus 我是袁永鑫 今天开心行动会客室来的是陈思维 带着他这一张最新的作品 我们刚刚听了两首国语歌曲 爱情我不懂跟幸福其实很简单 但是这是一张双国语双台语的作品 所以大家应该会有点错 刚刚不是讲白冰冰吗 可是一直播国语歌给我听 这是一种战略 故意的障言法 新的宣传手法 故意的跳动这样子 你会对现在这个宣传的这个方式跟你三年前出第一张 觉得哪里变了吗 或者是这个市场这个环境 你觉得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了吗 我觉得变的地方在于说 因为冰冰姐的宣传方式是比较 用她的方式来讲是比较像她们以前的宣传方式 就是比如说我们有花钱买电视台的电围曲 这个很花钱的一件事情 然后代价不低哦 对代价不低 但是其实像我的话我会比较就是自己会推一些YouTube的广告 Youtube广告我觉得其实效益是还蛮大 那但是YouTube我就会推国语歌 OK 对推国语歌因为年轻人会点嘛 嗯 那我就想说 诶国语歌其实很满适 就是台语歌可能要走的是传统通路 那国语歌曲可能要走的是数位的通路多一点 因为你看南部有些听众朋友或是观众朋友 他们真的就是说他们开启电视台 一整天就去工作了 对对对对 来来回回他也就是电视台一直开着 开着 对他可能看看比如说明事或是什么 其实很多人电视台开着他眼睛没有在看 他就去猪蚌 他是把它当BGM用的 当当Lario在用的 当background music 对对对对对 所以他们就是一个习惯 生活的习惯 他们也是有市场 那我就觉得说那在我可以做的事情 就是比如说YouTube我可以下一点 FB FB我下分享的广告 然后让更多比如说比较年轻的朋友 可以听到我们的国语歌 因为国语歌其实是好听的 那我会觉得说我希望分享给人知道说 陈世伟是谁 会不会已经忘了这个 七年前比赛的时候还有人关注 现在就没有人记得他的事 可是本来就是这样 比赛都是在比赛进行的时候最多人看 对啊 其实有时候人想念那个时候 比赛一结束 对不起就只是所有的都结束 对啊 就好像那个吃完饭以后就没了 就走了 除非你马上拍戏或你干嘛接广告 就是有人讨论 但现在这个世道真的蛮难的 而且我觉得这个世道上做创意的工作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看的还蛮难过的 就是可能大家花了很多心血 对 推出一个 东西也不错 对 也真的很好 可是因为你出去的时候 你以为只有你跟你的 比如说音乐跟音乐比赛吗 没有 你要跟手游 电竞 电影 戏剧 Netflix 你要跟所有的 搞笑影片 对 你要跟所有的东西比赛 不是你出一首新歌 就是跟音乐比而已 没有没有 是所有人在抢你的耳朵跟眼睛 对 关注 抢我们的那个 所以我就觉得 哇 大家都花了很多心血 可是可能 他三秒就给你跳掉 滑过去就没了 就没有了 对 会这样子 对啊 但是我觉得说还是得努力啦 就是即便是说 或许我 今天我自己在广告这块 除了滨滨鸡很努力以外 我自己也有做功课 嗯 那可能或许我们的努力 还是没有办法让现在这么 这么多资讯的 这么多 像刚才先生讲的 这么多东西 嗯 之下我们可以让人家看得到 嗯 但是还是得做 嗯 因为我不想要以后就是说 这一次第二 算是第二次真的发片了 嗯 我不想要后悔就是说 诶我当初怎么没有多做点什么 对啊 就是这段时间 因为时间很短哦 你看你发片人家都不见得知道了 我觉得思维真的很可爱哦 对啊 他从刚刚到现在一直很 不小心会把遗憾后悔 这些字眼用上 啊啊真的吗 对 这是潜意识是不是 对对 是吗 就是这种担心会一直浮上来这样子 就是迫切的希望自己能够做好 真的是这样 嗯 那就是说 诶或许我们可以 还会有下一次的机会 诶我们我们通常不太知道 比如说 当年轻人听的我们大概都了解 可是在只听台语的那个 对 那个领域 领域里头 你有去了解他们的需求 跟服务是什么 有呗 其实我不瞒你说 我最近常去后面电台 后面的电视台 是 所以说一百几台 什么姓 姓大姓 姓什么姓什么的 有没有 就是那种一般都只有唱歌频道 那种电视台 就是打电话进去算命兼点歌 扣印那种 对对对 我其实会去 会去看那个 对然后后来 因为我去研究这个 因为我的台语歌 其实走那种市场的 嗯 我跟冰冰姐有合唱一首歌 叫做宿命 是 那这首歌的市场是比较 嗯 朗朗上口 让大家可以在 很短时间内 学会可以合唱的 这样类型的 了解 所以在那种 我们后面频道的时候 其实 强打的时候 效益很大 所以你的台语歌是有一种 要服务让大家 很好唱它的用意 就是很朗朗上口啊 然后就是很容易对唱 然后就会觉得自己 唱得很好 也很容易好听 我可以理解就是 当你去菜市场 发现有人在唱你的歌的那种 开心 对对对 虽然台语歌并非我 那你要不要自己打电话 进去点自己的歌 哈哈哈哈哈哈 你说现在吗 喂喂喂喂喂 我是有大胆水的酸病人 我的白痴是啥 你把我顺便算一下 酸病人现在比较少了 酸病人比较少人看 哦 因为酸病人很容易被骂 OK 因为他们那个酸病频道 很容易被骂 点歌就是马上可以服务 对 点歌比较快 对啊酸病人比较慢 而且酸病人家很容易做 如果你现在点他说他不会唱 你会怎么办 at tanks 今天蛮尴尬的你知道吗 哈哈哈哈 没有没有 我们不会唱 我们就说哎他怎么迅号不好 然后把它切掉 哈哈哈 这不是以前的电台做法吗 开玩笑 哎哎喂喂喂喂喂喂 怪的 对啊 所以我就想说你 你有去了解那一块市场的需求 跟需要是什么 我觉得是重要的 因為歌的關係啦 然後我覺得說其實多方常識嘛 也不是也是很好啊 那還有廣播電台我們也有去一些 比如說就是台語長輩在聽的廣播電台 我們也有去 那就是只放台語歌這樣 台灣有只有長輩在聽的 台語廣播電台啊 像我們做木工的時候啊 你們會聽 等一下是真的電台還是地下電台 廣播電台啊 是真的廣播電台 廣播電台 我就不方便講了啦 就是說他們就是真的完全就是台語的 因為我回南部東部的時候 有時候經過那種 那種廟 檳榔葉采集的 廣播深放很大 我都很好奇那個廣播是哪一家廣播 他們是區域性的 他們只有那個縣市聽得到 我知道一定是在地性的 對對對 所以都會覺得那個語言跟那個歌曲內容 都是我很陌生的 然後都有一点舊舊的感覺 可是就是他們就吃這個市場啦 他們就是那邊的人就是 你不救他們就不要了 哦 對不對 你今天很知性的跟大家 放一些比較新的東西 他們反而不能接受耶 他們反而覺得說 我就聽慣習啊 我聽習慣了 了解 我就是生活就是要聽這些東西 工作上面就是 時間就是聽這個 那你給我改這個我不要啊 呵呵呵 他們會這樣 就像我 新的你剛才講的 這個就是區分性 是啊 這個就是很明確 他不可能跳槽啊 他就永遠是習慣於他所熟悉的東西裡的啦 就像我們聽流行歌的 我們也會去聽誰誰誰發流行歌 不會去聽誰誰誰發了什麼台語 哦 就有分別的 好妙啊 每個人身上都有好多不同的元素 對 四面八翻 我這次比較靈亂一點 我把什麼都嘎在自己身上 有沒有 對對 我什麼都要做哦 對對 有沒有 我台語的 國語的 然後 就是感覺我這次 你做事比較多 思維現在就是那種 目光需要什麼 那種 格西 他全部都在身上戴一套這樣子 不要不要不要 隨便哦 哦有啦 對對 格器有 非常有功能導向的一個 一個工具 所以要用自己那個萬能話 我們剛才聽台語歌了吼 好 好 好那就聽你跟冰冰姐的合唱 好的好的 四五面 謝謝謝謝